大家好,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,相信不少小伙伴都有过野外露营的经历,野外露营的时候最刺激也是最难受的,那就是晚上睡觉了,因为大多数情况下,要么是睡在草地上,要么是睡在土地上,别的不说当时一冷一热的昼夜温差就让人睡得很不舒服,更别说晚上的湿气了。 然而前不久瑞士的一家公司生产出了一款,堪称露营黑科技的睡袋,这款睡袋名为PoloMand,从外观上看这款睡袋更像一个小型的帐篷,不过它的功能却是任何帐篷都无法比拟的,用过这款睡袋的人对它都表示好评,因为有了它,无论在什么样的天气下都可以安稳舒服地睡个好觉,甚至还有人直接将它放在卧室当床睡。 据了解,这款睡袋最初是为爬雪山的人量身打造的,睡袋共有内外两部分组成,内部装一层高蓬松羊毛,不仅贴合身体还可以很好地保存人的热量,睡在里面是非常舒适的,而睡袋外部则是用绝缘材料制成的,不仅可以隔绝睡袋外部的湿气入侵,就算是雨水也能很好地隔离开来。 与此同时,这层绝缘材料还有着很好的隔热性能,能极大程度地保证内部热量不被散发出去,此外睡袋的内外两层之间还有一个循环层,可以保证内部的空气流通,自动调节睡袋内部的温度。 就算是炎热的夏季,也不必担心,睡着睡着就热醒了,说它是冬暖夏凉的黑科技,一点都不过分了,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? 好了,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,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,欢迎大家点赞评论,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。